哈喽,弟兄姊妹们 那这一期呢,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 平时在录制视频的课程当中 没有办法涉及到 或者说没有时间涉及到的东西 那为什么会有今天这样一支视频呢 是因为从我做公众号的第一期开始呢 我们就有一个打卡小程序 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们 会把自己录好的 每天录好的作业 发到一个程序里面去 然后我进行相应的作业批改这样 那为期两个月 所以今天 或者应该是这两天 应该是第一期的结束 所以我想做一个这样的视频 那首先呢 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 这样子的一个坚持 在身面前时间的摆上 我觉得真的是求主纪念你们 因为我知道非常不容易 有很多是妈妈 甚至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那因为我自己有一个16个月的宝宝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恋情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因为你一坐到前上 然后他就会想谈情 OK 那还有一个就是非常亏欠的地方 就是说 你们虽然是天天在上传你们的作业 可是对于我来说 可能只有两天的时间 两天的晚上 大概每次花一到一个半小时 来看你们的视频 因为有一天要录视频 有两到一到两天要剪视频 然后再忙一些别的七七八八的事情 这样 所以非常抱歉说 我不能每天来检查你们的作业 然后总归就觉得说 希望没有对你们有造成一些不好的地方 然后我看到你们的作业 我是很感动的 我觉得你们是真的非常认真的 并且我真的能看到你们很多人的进步 那我想在这支视频里面特别讲的 就是说关于瓶颈这个东西 或者是说关于练琴这个东西 因为成人学钢琴跟小孩学钢琴不一样 成人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说我们的接受能力非常强 知识一进来 我们就马上就吸收了 不像小孩 他抽象的东西 他不太能理解 而且成人能比较好的意识到说 我是不是谈的好 或者是谈的不好 好听或者不好听 熟练或者不熟练 我们对这样一个事实 都有个非常好的判断 那小孩就不一样 小孩稀里糊涂的练好了 他觉得自己练特别好 然后到我这边来 结果被我骂个半死 这样哭着回去这样子 因为他们不太知道 他们有的时候觉得 自己真的练得很好 然后到我这来来谈琴 他们有没有那个判断的能力 那所以因为带人具备这个判断的能力 所以很多姊妹都说 哎呀老师我好着急 我怎么怎么谈的这样不好 哎呀老师 怎么样才谈的更好听一点呢 特别是零基础跟我学 这种姊妹 哎呀老师 那个那个应该怎么加 那个那个应该怎么加 那我想说你们千万不要着急 我们来打一个 举个例子 如果你是零基础跟我学的 那我们现在是为期两个月 就是说算六十天 假设你们每天只练习一个小时的琴 那也就是说你们现在积累就是六十个小时 好那如果一个小孩 就算他拖拖拉拉 东玩西玩 他一学就是十年 他每天只练半个小时的话 我觉得他那一个积累也是非常可观的 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太着急 你们真的已经非常棒了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好好的积累 就像我说的 用你们现在已经会的方法去练大量的诗歌 练到你们一看到就会弹 一看到就会用你现在的方法弹琴 你要相信 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 量变才会有带来一个质变 OK 所以千万不要着急 那还有就是说 其实我自己的练琴工作也会碰到瓶颈 非常正常 OK 至于怎么突破瓶颈的呢 就是换一首歌练习 我真的没有 真的不太记得 我自己是怎么突破每一次的瓶颈的 但是好像都过来了 到现在都过来了这样子 所以真的不用太紧张 不用太着急 不用太就是说 因为你知道你们练琴的时候 不是你们不放松 而是你们的这里太紧张了 你知道 所以一直造成你们的手就在那边很紧张 然后我的手弹琴就会累啊 或者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不是问题 我对你们非常的有信心啊 那接下来的一块内论 我想谈的是 关于音乐欣赏 因为我们有听觉嘛 那我们怎么来改正自己的 谈法或者是什么 就像我之前说的音乐 我曾经知道或者是什么 首先我们的耳朵要会判断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更好的 OK 那很多听众姐妹就说 老师我好像听觉不太好 或者音乐的感觉不太好 没有关系 一样那也是一个需要 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那就是要大量的听 那听什么东西呢 所以我就想介绍一些比较安全的 OK 可以慢慢吸收的 可以慢慢磨耳朵的东西啊 那像贝多芬 比如说他的第九交场乐 或者哪怕第五 第五就是 这些都是比较 我觉得是都是比较powerful的东西 可能不太适合于 也许对我来说 不太适合于 我在那边做事情 或者聊天 或者吃饭 就放在那里当背景音乐的 那我会推荐一些相对安全的 你可以就是无时无刻 不在那儿听的音乐啊 那首先呢 你们可以从作曲家的角度来找 那我推荐的会是说 像比如说伯拉姆斯 他的尖奏曲 他的每一套尖奏曲 都是非常经典的 而且非常舒服 那还有就是肖邦 那肖邦最peaceful的音乐 可能就是夜曲啊 那不代表说 他里面的情感非常的平静 而是说听觉上面 他比较的 毕竟是夜曲嘛 相对比较安静一点 那肖邦别的曲子 无论是协奏曲还是什么 那都太优秀了 我觉得你们都是可以去尝试的 那还有就是 梅德尔松 他的 他我觉得是可能 也许是因为他小时候的家境比较好吧 所以他有些音乐 还真的是蛮好听的 真的是好听 还有就是巴赫 那巴赫的音乐 就是非常的神圣 我也许可以用这个词 他的音乐被称为是 可以比喻为旧约圣经 然后应该是贝多芬的音乐 好像被比喻为新约圣经这样子 那他的音乐 无论是十二平均率 还是一些康塔塔 或者是什么 都是非常耐听的音乐 很干净 因为他们那时候的钢琴 他们也没有踏板 你知道吗 他们那时候钢琴没有踏板 所以都非常干净 OK 好 然后也还有一个就是莫扎特 他的歌剧我不敢说 因为我个人对歌剧 没有非常的了解 然后 然后有一些歌曲在我听来也怪怪的这样子 就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那但是莫扎特的很多钢琴协奏曲什么 那都是非常耐听的 或者我也想用干净来形容 一些音符的跑动啊什么 都是非常悦耳的 那还有就是拉荷玛尼诺夫 那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作曲家 那他的协奏曲也好 还是钢琴曲也好 我觉得都 我非常推荐 我自己也很喜欢练他的曲子 还有就是法国的一些作曲家 像 盛桑 盛桑 盛桑OK 他就写天鹅的那一个 然后还有是弗雷 德彪西 拉威尔这些 那他们这些都是 因为法国那时候不是兴起印象派画家吗 所以他们那时候也兴起 然后他们兴起了一个风格叫做印象派 所以你们想象一下印象派的画是什么样子 是那种朦胧感的 是那种色彩都mix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但是又很美这样 所以他们的音乐听上去 那个风格和色彩就有那种感觉 OK 这就是我推荐的几位作曲家 那当然还有我没有 目前我没有推荐到的 你们可以 因为像你们现在 我不知道国内你们听的 网友像这种YouTube什么 他都会有相关 你们听了一个东西 他们就会推荐很多东西给你们 所以可以大量的去拓展 去积累 去积累自己的音乐素材 那还有一个 刚才推荐的是作曲家 还有个你们可以根据演奏家来听 那像大家比较熟悉的是 朗朗跟李云迪 OK 那你们就可以去听 他们录过的 弹过的 或者现场的一些曲子 一些video 还有就是包括马尤友 那他是拉大提琴的 那非常好 你们一定要去设 去设 去听一些不同乐器的一些声音 去听他们的感觉 那像我自己很喜欢的 一种非常 他们弹上一些非常calm的这种感觉 是霍洛维茨和鲁宾斯坦 他们是 都已经 真的是 我觉得是非常经典 你看他们弹琴的时候 他们的身上没有过多的动作 可是他们的音乐 把所有要展现出来的感情 全都流露出来了 但他们的脸也好 他们的身体也好 都是非常平静的 那另外一派也是我非常喜欢 就是 一个叫王雨家 也是一个中国的钢琴家 中国籍钢琴家 还有一个是 他的英文名叫 应该是叫Hotty 他中文名没有 他是一个 我忘记他是哪的人了 然后他们两个就是 就是穿得很性感的那一种 OK 然后 弹琴的时候也是风情万种的 那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一类 一类钢琴家的风格 所以你们还可以 就是根据钢琴家 根据演奏家来听 不要限制在钢琴里面 OK 还有就是说 那因为像我们之前介绍的 古典音乐这样 他比较难去 搜索他们的背景 因为不是每一首曲子 都是有原因写出来的 有的时候他就是 他就是想写 然后他就写出来了 那包括我自己弹琴的时候 也是需要很多想象力 去来弹这些曲子的 那有一类东西 有一类音乐是你们 可以去搜索背景的 那就是我们的诗歌 特别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诗歌 那我印象很深的是 我们之前有个音乐分享的群 有一个弟兄就分享了一首诗歌是 哦我魂可无恐 OK 那他的作词家 就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他们两夫妻 那个做起来是个弟兄 那弟兄跟姊妹都是非常爱主的 然后他今天先是经历了 生意上面投资的失败 然后独生子的猝死 那这个时候他就想说 那要不要太太跟四个女儿 一起去散散心 然后顺便那边有个步道 我不能讲顺便对不起 然后那边有个步道活动 我们就一起去乘船去 然后结果因为他太太跟女儿先去嘛 结果发生海难 四个女儿全部丧命这样 那那个弟兄就是在他坐船 经过他女儿丧命的地方的时候 有的感觉写下来的说 任何的遭遇 你已叫我能说 哦我魂因安息无所控 对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背景的一些学习 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 再回头去理解那个音乐 理解那个歌词 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用 去自己来弹琴 来展现的一个东西 那这是我们目前可以做的这样的 三点两点三点 两点吧 OK 一个是听大安的古典音乐 还有一个是听大安的诗歌 然后并且做一些背景上面的学习 那这就是我今天非常想分享的 那最后一点是我要来打一个预告 因为我们的现在是第一期结束嘛 那同时我们还有第二期 第二期已经在进行中了 那现在我们会有第三期 第三期是从5月18号到5月22号之间 可以报名 那5月24号开始正式打卡 也就是说过了5月22号 你若是还想参加呢 可能就要等第四期了 如果我们还有的话 那这个打卡跟你的程度没有关系 你可以是初学者 也可以是已经非常 已经谈得非常好的用姊妹们 那打卡的目的是说 一是督促自己练琴 因为你知道弹琴 一定是跟手感非常有关系 就像你知道我个人非常不擅长于做菜 然后每次我公公婆婆来也好 或者我妈来也好 等他们走了 或者说让我再去进厨房做菜 我一定会打破几个碗 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 因为我的手就很深嘛 我本来就不擅长 然后这么多没做 这么久没做 我的手就很深 所以弹琴也是一样 一定要有手感 所以这个就可以强迫你们说 每天都要练琴 至少30分钟这样 那还有个就是说 我们之间有个很好的反馈 我可以浏览你们的作业 给你们及时的反馈 然后也可以根据你们的问题 因为有很多相同的问题 那在我下一期的视频里面呢 我就可以把它给放进去 这样即使没有参加打卡的 对用姊妹 或者即使只是关注公众号 对用姊妹 也可以有一些相应的帮助 那我也会有一些 对用姊妹 他们可能自己觉得 没有什么问题要发上去 那我发现了什么问题 我就会跟他说 你要不要再私信我一下 把你的执法发给我 或者把你的那一个 单独的视频发给我 这样子 我们可以做到一个非常 即时的帮助 即时的调整这样 那打卡它是有一些规则的 那我想在这里简单说一下 它其中的几点 那我们为期是两个月 那要求是每天可以练琴30分钟 并且把它传到那个小程序上面去 才算是打卡成功 OK 你练了 你拍了视频 你没有传那也不行 视频大概就一分钟左右 就够了这样子 那第一个月呢 因为有很多人 他不适应这样的节奏 所以可以 哦对对不起 那你要参加这个 这个打卡的活动呢 也不能叫活动 对不起 打卡的练习呢 你就要先付99元人民币 要作为一个押金 也就是说 当你如果符合 两个月下来 你符合所有的规则的时候呢 最后会把这99元返回给你 那为什么要交这个钱呢 那是因为人嘛 免费的东西 总归都有的时候学的不太好 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啊 我自己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交99 我想说也许对大家经济压力也不是太大 然后也可以督促一下大家 并且到最后也会返回给你啊 那第一个月呢 因为怕有些人不适应 或者说操作没有很好 那他就有两个两次机会 就说哎呀我突然忘记了 或者是说我因为有什么事情 就是无论什么情况 你有两次的机会啊 我忘记打卡 但是你不用重新再交押金 也就是说你忘记了没有关系 那比如说这一次 大家是5月13号结束的话 我呢如果忘记一次 我就5月14号再结束 我就把它补回来 忘记两次 我就5月15号再结束 我又把它补回来就可以了 OK那是第一个月 第二个月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你一旦忘记了 无论是你忘记练琴 还是忘记上传 还是上传失败 只要在后台操作的丢子 没有收到你的那个视频 就算你没有打卡成功的话 你就要再交99块钱 可以理解吗 那这99块钱呢 就不会再退给你了 OK吗 OK好那因为我们要公平嘛 别人都都是从头到尾下来 那如果你因为你的原因这样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了啊 好那如果说你第二次 又忘记在第二个月里面 第二次又忘记 你就得再交99块钱 可以理解吗 那这个都再交的钱 都是不会再退给你的啊 好那我可以理解大家 偶尔我们需要出差 或者自己身体不舒服 或者小孩生病了 小孩一生病 那真的就是三五天 就就就这样子过去了啊 那没关系 你可以提前或者当天 跟负责弟兄姊妹请好价 OK那你请几天价呢 到最后就把它补回来就可以了 OK但是呢 请假的时候 你还是要交99块钱 那这个99块钱 也是在最后会退回给你的 那交这个钱的目的 就是为了一来是督促自己嘛 我们最后要补回去 二来是说也公平起见 因为大家都好好的在做 那我们因为有一些意外的话 我们还是要把它补上去 就是为了公平 但是最后都会退给你 因为你已经请假过了 这样啊 好那 呃 诶我现在开发想说什么 对不对 应该就是这一些 好那也请大家知道说 上传视频道那个小程序 不是唯一的打卡途径 那如果你的当天 比如说网速不好 或者说 呃 应该就是网速 或者你手机丢了 或者有什么什么 各种的意外什么的啊 你可以想任何办法 或上传到你的 呃 上传我们那个打卡群里面 我们会 我们会有个微信群 那我们也算作 你打卡成功了 那当然我知道 在这个过程中 呃 会有很多的意外 比我刚才说的意外还要多 那我们尽量就遵守那个 我们的几条规则 等你们加全了的话 呃 负责弟兄姊妹会给你们更详细的规则 就尽量不要为难 那些负责弟兄姊妹 不然的话意外太多 我们每个人都要说 呃 哎呀 你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那个事情怎么处理 就给他们造成很多的工作量 那原则就很简单 我没有打卡 我就是要多交钱 就是这么简单 我成功了 就是成功了 我要是上传不上去 我就要想别的办法 在那个规定时间内 告诉别人说 我今天恋情了 就是这么简单啊 请你们 尽量不要为难他们 好了 那最后呢 我还是要再感谢一下你们 谢谢你们 就是从头到尾这样 好好地练琴 好好地跟着我上课 并且给了我很多的反馈和帮助啊 我真的是从你们那里 得了很多的鼓励 OK 那这就是今天的视频了 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 呃 接下来的视频里面 我还是能给你们带来一些帮助 然后 当然你们也带领我非常多的灵感 OK啦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